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中文假日玉璃镇客属会特别举办了 112年度重阳静老季区位竞赛活动 除了颁发三位高龄会员重阳礼金 一早风尘仆仆,清零现场庆客的县长许正位 为了多鼓励长者走出户外活动学习 在现有的长者交通补助措施当中 明年度也将会在加码推行 65岁以上长者每个月1000元计程车补助交通费 让长者畅行无阻 玉璃北馆八音开场演奏 为玉璃镇客属会112年重阳节 静老季区位竞赛活动热闹开幕 全场深刻体验了客家传统管乐 独特的音乐文化 一早八点多 封城浦浦清零现场清客的县长许正位 在玉璃镇客属会的邀请下 为三位高龄会员颁证重阳节礼金 县长也和受奖的长者 以简单的课语一一画家常 互动热络 玉璃镇客属会在老人馆热闹庆祝重阳节 县长许正位也亲自到场送上新的交通福利措施 希望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多多走出家门 房友交流活动学习的交通上 都能平安舒适创行无助 明年65上的长辈还有身心障碍子 我们有爱心卡还有老人乘车卡 对不对 那是做什么的 坐公车和火车花龄先进都不用钱 对不对 而且没有底标 那因为有些长辈可能行动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明年多了一项这个福利政策 就是每一个65岁以上的长辈 还有身心障碍者 一个月有1000块的计程车的补贴 要做计程车的补贴 就是更方便让我们从家里 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这样子会更方便 县政府除了现行的爱心卡 或长者乘车卡 减免补助之外 县长许正位表示 明年度也将会加码推行65岁以上 或身障者每个月1000元的计程车交通补助 增加长者们的行动便利性 鼓励长者们走出户外放开心胸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导